在江西,从一名男子好心收留了一名乞丐,然而却是引狼入室,自己没了性命不说,妻子也被霸占了24年之久,连儿媳也没有逃过,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,害了自己的三代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这一切还要从1990年说起,这名男子名叫熊茂,家住在江西上饶,他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人。一天熊茂带着妻子感激时,遇到一个又脏又乱的乞丐,坐在马路边上乞讨。 这个看着身体也非常虚弱,熊茂觉得乞丐有些可怜便和妻子商量,将这名乞丐带回家中,反正也只是一口饭的事。 这样不但救了人,还多一个劳动力,妻子想想绝对也行,于是这个流落街头的乞丐就被熊茂夫妻两人带回了家。 殊不知,这名乞丐的身份一点都不简单,夫妻二人的命运也在此刻发生改变。 乞丐经过简单的洗漱之后,袁茂就露了出来,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成年男性。 刚到熊茂家中时,乞丐干活非常卖力,包揽了所有的农货。 这让熊茂夫妻二人对他十分满意,对乞丐也越来越好,并不只是将他当作一个苦力,完全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对待。 然而,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,乞丐就露出了真实面目,开始变得十分霸道蛮横。 这个乞丐身上究竟有着什么故事呢? 其实啊,这名乞丐曾经是村里的一名恶霸,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。 乞丐在老家的村里仗着家里有几个钱,横行霸道。 不过虽然臭名昭著,但因为他的家庭条件不错,为了一点彩礼,还是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 不过没想到的是,因为彩礼,这一家人招来了杀身之祸。 这个女孩本身就是被家中逼迫,和乞丐没有一点感情基础。 嫁过去后,因人受不了乞丐的霸道叫和得离婚。 最终虽然正常离了婚,但女孩的父亲贪图小便宜,说什么也不愿意退给乞丐彩礼,导致乞丐接二连三的上门闹事,还扬言要杀了女孩一家。 没想到,一语成衬,1990年,乞丐真的将这个女孩一家全部杀害。 女孩一家四口,只有弟弟因为在外打工侥幸逃过了一劫。 弟弟清除了其中的恩怨,立即报案,将嫌疑人锁定为了乞丐,但到了乞丐家中的时候,他早已经逃之夭夭。 在那个年代,因为行侦条件有限,想在全国范围内找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。 所以在这之后一直没有找到乞丐的下落,乞丐就这样一路逃到了江西,正巧碰到了熊帽夫妇收留。 然而,乞丐本性难改,因长时间的接触,他看上了熊帽的妻子吴某。 为了霸占熊帽的妻子在一个月黑风高夜,乞丐残忍地将救自己的好心人熊帽杀害,霸占了他的妻子吴某。 而这一霸占就是二十四年之久。 这时,很多人都会疑惑,乌某为何不报案呢,不将乞丐生之以法呢? 这一切都要归结于乞丐的凶残。 乞丐将熊帽杀害后,并为乌某儿子的安全进行威胁。 此时,乌某的儿子也就几岁,为了儿子的安全,乌某选择了隐忍。 所以乞丐的罪行一直都没有人去揭穿。 乞丐在这之后,就抛弃了之前原有的身份,直接顶替了熊帽的身份, 逼迫乌某和他年幼的儿子一起到浙江打工生活。 就这样,二十四年的时间过去了,来到了2014年。 此时,乌某的儿子熊祥已经长大,成为了一个青壮年。 乌某在这时将真相全部告诉了熊祥。 得知真相的熊祥如同五雷轰顶,他对乞丐恨之入骨。 原来自己以为的父亲竟是自己的杀父仇人。 他非常想找乞丐报仇,但此时他却遭到了母亲的阻拦。 这时的熊祥也已经结婚生子, 母亲见识过乞丐的凶残,也听乞丐透露曾杀过前妻一家的事情, 所以他劝儿子为了自己妻儿要忍让。 熊祥听过乞丐过往的事迹后,心里也难免有些胆寒, 开始担心害怕自己妻儿的安全,最终他也选择了忍让。 然而没过多久,又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。 一天,熊祥在回到家后,看到乞丐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, 脸上一脸艳足,熊祥意识到事情不妙,立即冲到房内, 然后就看到躺在床上掩面哭泣的妻子。 看着伤心欲绝的妻子,在联想乞丐以前的所作所为, 熊祥虽然气愤不已, 但此时的他依旧畏惧乞丐的过去不敢发怒。 就这样,没多久,熊祥在又一次的刺激下爆发了。 这天乞丐在醉酒后,再次侵犯了熊祥的妻子, 还殴打了熊祥几岁大的儿子。 这熊祥怎么还能忍受? 他开始制定计划报复乞丐。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,熊祥拿着锤子, 对着熟睡中乞丐的头部狠狠地敲击了下去, 以此报了杀父之仇,辱妻之恨。 因为母亲和妻子也都受到了乞丐的迫害, 三人将乞丐的尸体运往一座荒山上埋葬。 乞丐死后,熊祥一家人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, 原以为这件事就会就此告一段落。 六年后,警方突然找上了门, 这么多年过去一直都相安无事, 为何警方会突然找上门? 当初乞丐犯案后,因为侦查的技术手段有限, 虽然破案的过程艰难, 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追寻乞丐, 直到几十年后,通过相貌对比技术, 发现有一名叫熊帽的男子, 与乞丐的面部信息高度匹配, 这才找到了熊祥一家。 但此时才发现,熊帽已经失踪了六年, 只有熊帽的儿子熊祥在家, 而熊祥背负着命案, 看到警方找到门后慌张不已, 还以为是来抓自己的。 他的不知所措引起警方的注意, 在警方的询问下, 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, 如实向警方坦白了自己做的一切, 以及乞丐怎样被自己的父母收留, 并且霸占母亲, 侵犯自己的妻子, 还殴打自己的儿子, 以及最后被自己杀害的事实。 但不管他的杀人动机如何, 他的行为都已经构成犯罪。 至此,三十年前灭门案告一段落, 而这其中的暗中案也被侦破。 至于熊祥, 即使行凶者也是被害者, 他将受到怎样的审判和惩罚? 乞丐本身救了命案, 逃脱不了杀人偿命这一法则, 那熊祥算不算为民除害, 是否可以从轻处罚呢? 多情不一臂自闭, 一个人不懂得感恩对自己有恩之恩, 反而恩将仇报, 那只会自食恶果。 所以乞丐最终落得一个死于非命的后果, 也是罪有应得。 只是可惜了熊帽这个有着慈悲之心的好人。 乞丐在实施不法侵害时, 熊祥并没有当即制止, 也没有报警处理, 而是在之后将其杀害, 所以并不构成正当反卫。 所以, 熊祥即便有再多理由, 乞丐即便犯下了再多的罪行, 也应该通过法律来审判, 而不是自己亲自动手复仇, 因此他也需要受到法律的惩罚。